有意思 接着说 许多战士都反应 他们都想到工校去参加学习 我觉得呀 他们说得都很对 您看啊 这个我们新一团 都是以前自卫团的老班底 许多人的思想觉悟都比较低 有的人甚至还想过以前 吃喝玩乐的弥烂生活 是啊 对他们的改造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我打算让战士们 分期分批地到工校去参加学习 接受党的教育 改造他们的旧思想 我看行 陆中尉 您看这件事 是不是向葛司令员汇报一下 葛司令还带着老一团和老二团 到进中执行任务去了 我是工校的校长 这事我就可以定了 葛司令员去执行任务 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还想上新医团呢 多参加几次战斗 在实践中呢 多长一些惊艳 来 上位和易同志 这个事啊 你知道就行了 注意保密不要外传 陆正伟 您就放心吧 这事啊 站住 干什么呢 我们走亲戚 走亲戚 什么亲戚啊 找于帝帽 于长官 你们是于长官什么人啊 看见没 车上坐的可是于帝帽的娘 让我们进去 这 这位是夫人 怎么回事啊 排长 这位夫人说是于长官的娘 夫 夫人好 快 快 快 放庆 你认识我呀 夫人 认识 认识 那还不赶紧让我们进去 对不起 于长官吩咐过 任何人进去都要检查 他可是定帮的亲娘 对不起 这是于长官的命令 这位长官 这可是定帮的娘 是你们这些男人 摸来摸去的吗 混账东西 于长官的娘也要检查吗 还不赶快放庆 是 夫人请 夫人 请 还不赶紧把马车拉着呀 好好好 没眼力劲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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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大妮亲自给我拉马车 葛大妮 想啥 你也以为今天呢 你等着 我收拾完你儿子 我再收拾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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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葛大妮 前面的事啊 施大妃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你干啥去啊 葛大妮 葛大妮 你这可不应该 走啊 你不能帮我 我把我担心 你不能帮你 你不想帮我 你还没得我 你还要不想帮我 你还要帮我 我只能帮你 你再去 你再来 我再来 你再来 我再来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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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没有想听 我还把脏落到耳朵呢 走 跟我回去 去哪儿啊 去见余定邦啊 他是汉奸 你是汉奸 我现在也是汉奸 咱们三个一台戏 今天就要把这台戏 唱出响动来 我不能去啊 你为啥不能去啊 去见你的主子 又不是奸八路军 你怕啥 达尼妹子 你听我说 葛达尼呢 葛达尼呢 我也不知道 他跑了 跑了 你说啥 上官开机叛变了 你给我站起来 我过来 我长得去到 Cost 我也不觉得 你 我 不要 警察 我 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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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你 你 我 你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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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是问我借枪 又是问我借手榴弹的 他说他要杀了我儿子 一开始我也不答应 可是他就急了 他拿着斧子说是要杀了我 不是 葛大妮来杀玉丁邦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也是去杀我儿子的 你 你杀你儿子 不是 我们俩说好了 如果我儿子能回头的话 我们俩就劝他去自首 如果他不能回头 我们俩再杀了他 那葛大妮是个疯子 他杀玉丁邦我信 你杀你儿子 这话你听了你心吗 瑜伽的女人丢命不丢脸 你什么时候又成瑜伽的女人了 这瑜伽的规矩 让你当屁放了 大妮也说过了 瑜伽的规矩 不再是瑜伽的规矩了 是共产党八路军的规矩 不是 他说啥就是啥 行 我不跟你说这个 不是 那葛大妮进你家大院了吗 没有 我亲眼看见的 而且定邦也不在庐村 我听里面的人说啊 他好像去了石门镇了 他会不会真的去了石门镇啊 我爸爸看看去 你去 你在这儿等着 等我回石泉寨通风报信 我再回来找你 上官开机这狗日子不能放过 兵一帮也不能放过 大妮伽的你不能放我啊 我真的要去龙泉镇 向鲁正伟报告的 那谁通风报信啊 我告诉你 只要你说的话 不是放屁 我们把余定邦 和上官开机处置了 我就不把你当汉奸 我还记着你的功呢 你自个儿待着 石大风 人呢 你不必须知道 你不认为这个位置 你也不认为这个位置 你就忍为了 我都不认为这个位置 我又认为这个位置 还需要说了 这位置 都已经开拔了 开拔了 跟着葛正伦去河北 反扫荡去了 消息确实 鲁一达亲口说的 恭喜团座 您这是又立了一功啊 大大阁下 我已经得到了 可靠的消息 黄河众队的两个主力团 已经离开了他们的 根据地黑虎山 去了河北 留在黑虎山 和馒头山的主力军 只是上官开启的 新一团 和余老三的新二团 现在上官开启的 新一团 已经掌控在了 我们的手里 也就是说 能和皇军作战的 只有刀客部队 大阁下 这可是大日本皇军 一举拿下巴鲁军 两个主力根据地的 最好时机 已经有计划了 对吧 对 就在今天晚上 我们的人将会在 黑虎山和龙泉沟 同时行动 控制黄河众队的司令部 县委机关 和他们的攻向 余老三的新二团 如果知道这个消息 一定会离开石泉寨 全力地增援 黑虎山和龙泉沟 大阁和下的部队 这个时候就可以 乘虚而住 一举倒回石泉寨 然后 然后再回过头来 两面夹击 把林家军 上面在黑虎山里 大阁和下阴 一举一举 我去 她叫你一个人呢 大姐妹子 你去干啥了 大家活都在找你 余老三哪 三哥他们都出去找你了 那白政委呢 白政委也跟着出去了 去哪儿了 这领导的事我咋能知道 你到底干啥去了 让大伙着急 单亲妹子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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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是吧 不话说清楚了 走啊 你咋不走啊 走啊 你个畜生 你他妈敢摔我 畜生就是畜生 连好人都欺负我 你滚吧你 你走 你关你 没有你姑奶奶一样跑 奶奶奶 我看他 谁在说我姑奶奶 我 我说 我说我是罕奸 有见过 去杀罕奸的罕奸吗 有见过 给他们扒了个军 偷风暴行的罕奸吗 谁在说我是罕奸 我 我先把他 当罕奸处置了 奶奶的 我 我 累死我了 奶奶 站住 干什么呢 我 我是罕奸 不是 我是来抓罕奸的 是你自己说的还是罕奸的 他拿脚屁 我拿去吧 那个 小屁孩儿放开我 我是罕奸处的 你不是我们在罕奸吗 在哪 主船 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啊 咱们在哪儿见过吧 你是葛大尼同志吧 我是黄河纵队 新一团一营妇营长 谢国成 咱们在十全寨见过是吧 是啊 放开我了 小同志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 可他真的不是罕奸 是我们的同志 好了 去站好你们的岗吧 走 走 葛大尼同志 有什么事吗 我哥呢 我叫我哥 我哥 司令员在啥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吧 我负责向上官团长 和鲁正伟汇报 上官团长 就是就是上官开机啊 是啊 他现在跟余顶帮混在一起 他现在是汉奸 等一下 你说上官团长是汉奸 这话你听谁说的 来不及了 你别走别说吧 快走 走 你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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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你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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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你不及了 葛大尼同志 这边呢 这边呢 不对 这是棺材哥 上官开机住西头 你对赵翁浦很熟 我带丁邦给他姥姥上坟的时候 我来过 走吧 丁邦 这汉奸一丁邦 我是他宁 能找吗 回警长 咱们赢啊 马上要去龙泉沟了 可是一连汉三个战士找不到 太自由散办了 是啊 要不怎么说要加强思想教育呢 你是老鲁鱼探的人 赶紧帮这找找吧 行 这事交给我了 别忘了 大家看 我来 你有点赞 我去做这个 是吧 我来不过 我去做了 你给我拿了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让我来说 我来说 你让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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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说 你给我把她的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是真正的 我来说 你把她的 我来说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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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达妮 你来干什么 你说我来干什么 上官开机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就是一个汉奸 你穿着人皮 你也是个畜生 葛达妮 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不真没事吧 我见过你 我知道你是 巴鲁军的大首长 我也知道你 你的名气 一点也不比我小 这个混蛋 他投靠了预定帮 他是汉奸 快把他抓起来呀 什么 不是 葛达妮啊 你什么意思啊 这平排无故地 跑这儿来冤枉好人嘛 你也算人 还好人 你要是好人 这人世界上 就没坏人了 你快把他抓起来 你快把他抓起来呀 你快把他抓起来呀 你放开放开 你得相信我呀 葛达妮啊 我以前是给日本人做过事 可我现在是八路军了 这鲁政委可以证明 你哥也可以证明嘛 葛达妮 既然你说他 跟余定帮是一伙的 你有什么证据 许庚子告诉我的 许副团长 他在哪儿告诉你的 在卢村 情况有些不对 商官开仪可能暴露了 我们的情况很隐秘 怎么会被暴露呢 葛正伦的妹子葛达妮 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现在已经在团布暖了 那我们怎么办 看来我们只能提前行动了 这不合适 与长官命令我们晚上行动 如果提前行动 会打破整个计划 那万一姓鲁德 相信了他的话呢 我看未必 姓鲁德最相信上官开机 怎么可能相信葛达妮呢 再说了 葛达妮实际上 背负着汉奸的名誉呢 那这样 我们做两手准备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就按原定计划行事 如果出了什么刹子 就先把姓鲁德抓起来再说 是 是 走 我知道了 这么说 你是去了卢村 是 那我问你 卢村是汉奸忠义救国军的老巢 你去那儿干什么 我去杀汉奸余定帮 什么 余定帮死了 没呢 我还没腾出手呢 方长 我 我 既然你说 是许副团长叫你来的 那他自己为什么不来报告 而让你来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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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葛达妮 我上官开机 率领自己的队伍 参加了八路军 李万中和余定帮 一直都是耿耿于怀 想置我于死地呀 你不会是余定帮啊 故意派来陷害我的吧 你他妈放屁 他余定帮 余定帮凭什么派我来 他什么东西啊 余定帮是什么东西 你还不知道吗 是谁把余定帮 从实权债救走的 总不会是上官开机我吧 是 还有一句 我可以帮你 请更加与 我可以帮你 帮我 你说我是在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有必要对你进行审查 你不抓这个卖国贼 你现在反而 反而要怪我这抓贼的 你 你到底是巴鲁军 还是汉奸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不是抓你 是对你进行必要的审查 这样 快走 别过来 我别过来 你把枪放下 我不放 你这么做是罕金行为 你知道吗 我不是罕金 他 他那是罕金 罕金 罕金 别打了 放开我 放开我 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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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陆正伟 就疯了 简直是疯了 太平洋了 卢一达的警卫员跑进去了 会不会是抓上官开机的 如果上官开机暴露了 那我们就得提前动手 不过 不过 放开我 你们抓错人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上海开死一个混蛋 你们抓错人了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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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政委 我请求组织 对我进行审查 你的表现有目共睹 组长对你完全信任 谢谢陆政委 谢谢组织 这许根子会不会 已经投靠了 汉奸余定邦了 这许根子会不会 已经投靠了 汉奸余定邦了 在两个月的天下 何时会不会 汉奸余定邦 请不吝点赞 走 请不吝点赞 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只是听信了许根子的一面之词 就把他放了 我们还是要注意跟于化龙的团结 毕竟他是于化龙的女人 又是葛司令的亲妹妹 陆正伟放心 我一定会妥善公正地处理好这件事 绝不会给咱八路军带来任何麻烦 那好 好 一路保重 段总 为什么现在不把他们拉下 他的那些警察员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 个个骁勇善战 弄不好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放心吧 他躲得过现在躲不过今天晚上 二营三营那边安排怎么样了 放心吧 团总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龙泉沟一打响 我们就立刻铲除掉八路军部 安插进来的人 他们只是一部分的机关人员 和少量的警卫部队 根本就是咱们的对手 于定帮那边怎么样了 可别让他们把咱给涮了吧 于长官现在两部团 已经秘密地向野机领去靠近了 我们现在就等着于老三他们来了 嗯 记住了 大归大 但不能把家庭拼过好 是 如果没有了这支队伍 我上官开机在日本人眼里 就啥都不是了 明白 哎 葛达尼呢 在那边摇洞关着呢 嗯 团总 要不要把他 嗯 不急 到了关键时刻 他或许还是咱们的虎身符的 是 葛达尼啊 谁让你到黑虎山来了 这不自投罗网吗 这笨 吃饭吧 来 吃饭吧 你们鲁正伟呢 鲁正伟他走了 走了 他不是要审我们 他去哪儿了 当官的事 俺一个伙父哪知道 你先吃饭吧 那 那上官开机呢 他在哪儿 不知道 我只管做饭 大兄弟 你去帮我把上官开机喊来 我找他有重要的事 啥重要的事啊 啥重要的事能跟你说呀 我们上官团长忙着呢 哪有工夫搭理你这个女汉奸 你快吃饭吧 你说啊 葛大妮去找石彩凤 去要枪跟手榴弹 本来是去杀余定邦的 结果这一转眼人就没了 连石彩凤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那我们去外边找他的时候呢 他又回石泉来找咱们俩 你说这一来一回的 他唱的是哪一首啊 董哥 石彩 有消息了 朱子 班底刚才说的话 再跟余团长和白政委说一遍 今天会上午的时候 八嫂去三哥家也来找人 我说三哥和三嫂都出去找他了 他和我接了匹马 匆匆忙忙就走了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他好像是说 上官开机又投靠日本人当汉奸了 什么 上官开机投靠日本人了 我觉得他也是说活话的 上官开机可是咱八路军团长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 我当时也没当回事 中午喝了两口酒 就躺在马棚里睡着了 怎么没喝死你呢 行行行行 算了 回去吧 上官开机投靠了日本人 上官开机投靠了日本人 对了 三哥 咱那马自己跑过来了 可是没见八嫂 走吧你 老 老白 你说这葛大妮 能不能在卢图 见着上官开机了 不会 今天上午 老鲁约我去看 新衣团的训练 上官开机 他一直都在照王铺 不可能分身去卢图 不是 那怎么 葛大妮会说 上官开机投靠了日本人呢 葛大妮在新衣团 还有没有其他的熟人 没看谁熟 那只能是许甘子了 许甘子 那他一定是在卢村碰到许甘子了 这岳水 不许甘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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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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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他放出来的 看背景像是学副团长 五根子 赤里达外的混蛋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追啊 是 等等 推服官 不用追了 不 你 你们先撤吧 先回吧 是 可他们回去以后 一定想十全债报信 旅长官正成没人去报信 你不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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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开机 上官开机派我到庐村的 他派你干啥呀 他派我去联系余定包 谈今晚暴动的事儿 他说了半天 你才是罕奸 我没打算真当罕奸 我想悄悄地去告诉鲁正伟 谁知道遇上你了呀 那个卢正伟 他就是糊涂蛋 他连我的话都不信 怎么可能听你的呀 还说呢你 我让你去十全寨搬兵 谁让你来赵王铺了 傻乎乎的 我怎么会喜欢上 你这样的女人 你说什么呢你 谁还没说 我本来去十全寨了 那俞老三和白正伟都不在 我才来了赵王铺 可你这么一来 这不把事就搞砸了吗 这种事不能当上官开机说 只能悄悄地告诉鲁正伟 提醒他注意 那还等啥呀 咱们现在就去说呀 跟我哥说也行 他们早就不在黑虎山了 要不是因为他们不在 上官开机也没胆子叛变 那只要鲁正伟 你把事都搞成这样了 鲁正伟还会相信我吗 那 那你说 你说咋办 只有去十全寨搬兵了 我们的医院 三哥 快说 我是大牛 白正伟 余三哥情况就是这样的 白正伟 八路军对我不错 我真的不想跟他们 掺和在一起 都是因为隔条沟的事 葛条沟的事 果然是上官开机策划的 是 上官开机开始 只是不想去扫荡葛条沟 但是没想到 小野他那么残忍 这都怪我表弟谢国成 他一直在于定邦身边 当副团长 他潜入到新一团 就是为了监视上官开机 这都是我太糊涂了 也就是说 于定邦的人 已经混进了 新一团的各个营 对 人还不少 都是以老百姓的名义 混进去的 他们准备几点暴动 宫校上夜课的时候 上官开机准备 以鲁政委的名义 把八路军派到新一团的干部 全部召集到龙泉镇 把他们一网打尽 老白 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赶紧行动 等等 上官开机有三个营 分别在赵王铺 野鸡岭和九里 而且由谢国成掌控的一营 已经开到了龙泉镇 这个事情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 老白 你看这儿行不行 我带着仙二团一营 去龙泉沟 你带着二营去野鸡岭 那我 就零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石泉寨必须要留下一个连 以便有个照应 白政委放心吧 石泉寨有我们呢 光哥 你们女人不行 齐叔啊 这样 我给你留下一个连 一旦有什么情况 联合东连池 一定要坚守住 我们马上回来 我知道了 还有 锡连池能联合就联合 好 走吧 好 出发 报告 整官 石泉寨的八路军已经往黑湖山的方向去了 多少人啊 一共三路 一路奔了赵王铺 另外两路奔了野鸡岭和九里营 新潮出洞啊 我看俞老三是不想要他的谈谈惯惯了 立刻报告黑幕大佐 让他们可以顺利地去使全战 是 你 命令三个团一起出洞 把他们的后路全堵上 我要让俞老三进得了黑湖山 出不了阎王殿 是 清误官 走 四点 你啊 待会儿和日本人一起去使全战 进了村子以后干什么都行 就是不能伤害我娘和孩子们 记住了 谁要敢动他们一根手里 全都给我毙了 是不是人能听咱的 我已经和黑幕大佐打过报告了 都被锦绑说了 这都没有 我猜 快 我猜 我走 你 你 你 他 知道吧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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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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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办这个工学的目的呀 就是为了消除 目前我们一部分部队当中 存在的匪器 怎么回事 陆正尉 会不会是鬼子来了 什么 鬼子 住他 怎么回事 西团发辩了 什么 什么 上官开机 人呢 娘的 出来了 过去 警长 快 你带着枪队 我是掩护你 不 陆正尉 你带着先走 别整了 快点 快 往上里抬走 是 接着 以后老师给我打过来了 撤 快撤 啊 走 别动 快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有重要情报 我要将功赎罪 你说日本人要攻打石泉寨 这都是余定帮的一箭三雕之计 策反新一团 消灭新二团 打平石泉寨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冯连城的民兵不是日本人包围的 应该也没跑出来 谁在这呢 潘老大不是答应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吗 怎么没动静啊 你看潘老大打鬼子 潘老大就西边出来了 听说 不许想办法让潘老大他们参加战斗 他们进行手 只要在侧面攻打一下 也能天智他们怎么会回来啊 不许想办法